我回覆你說是,回想當年八萬五政策,香港人民意上亞洲金融風暴,經濟蕭減,加上當年的SARS這一役 就算當年八萬五是優惠全香港市民,但是香港周邊的經濟環境,導致香港不可以利用旅遊業,金融服務,甚至乎行業,推動香港的樓市 導致當年,好市民趁高峰期買,捱貴租,就算會補貼給銀行 現在,香港市民學精了,要看定樓市是否有下電空間 再加上,中國國內不是當年上2023年的偉大人民祖國,而是國內的不論資金儲備 互聯網的通訊發達程度,人民的互相監控 周師傅,中國人對於維權的問題都比早五年前進步了很多 所以,小禮認為,即使現代中央出招 限制國內人民,在香港賣樓,限制國內的黑金,在香港購物位置 都是對國內有好處的,但是,香港的金融政策 永遠都是一年左右,只有向香港以外,回責金融 包括旅遊業,以小禮觀察,未來香港可能火轄澳門 就行博彩業 所以,小禮認為,香港的樓市未來的硬著陸或者軟著陸 就好看,特區政府有沒有決心在公屋建設和執行上 會不會肯下決心,例如清拆一些沒有歷史價值的 舊工業地標建築物,當然引起所謂舊工業地標附近的高尚住宅反對 因為會影響那個樓宇地價,但是,香港市民未來就業 不僅依靠公屋來消防市民收穫壓力 即使建了公屋、居屋之後,例如香港未來就業 應該要集亞洲或者歐洲的各個智囊的精髓 除了贈興舊有香港舊工業之外 最流行方法就是推行香港市民自行DIY 甚至乎以密、液密的收積壓概念 這個概念,其實香港早兩三年前已經流行 甚至在Facebook都有所謂以密的環保網站交易 這個好處除了保護地球之源之外 最重要是可以製造一些新興行業 除了飲食和服務之外 現在可以支援香港十幾二十年前的環保收集以物、液密的工業的生存空間 推動香港市民愛護地球 以及不要氾濫去劃取資源製造車廁品 以及將已經二手完全不是舊車廁品 捐贈環保護西收委慈善機構以慈善意賣幫助的小社群 最重要是可以幫助一些公屋居民 或者低收人士不需要挨貴租 或者需要高檔的金錢去購買一些無需的奢侈品 最重要就是 最重要就是 未來的樓市的推高或者是硬著陸 應該是看香港的周邊的經濟環境 或者學習一些國家 來的樓市的國家就是 開發大嶼山 將人口籌脈的 人口籌脈或籌集的 居住環境 有限度 有秩序 有技術規劃 放置在大嶼山 或者受似乎是東龍島 有限開發東龍島 或者維持長洲的土地發展 使香港的樓來的優質生活 不會集中在香港舊日傳統市區 以及可以創立到新的集議機構 例如樓宇裝修、電梯維修、冷氣工業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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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